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见过了抗日英雄跟日本武士忍者搭架从过去打到未来 但是您见过中国鬼大战日本鬼吗 没错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鬼怪界的抗日故事真子大战蝶仙 影片一开始就是这样一幅英文和日文的警告 大概是为了营造恐怖气氛吧 但是卡卡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这他灭的是中国国产片呀 你弄那张大家都看不懂的是几个意思呀 卡卡还是比较怀念某些片头有英文警告的日本电影啊 扯远了 一起来看剧情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三个女孩在玩情蝶仙的游戏 其中一个不知怎么突然就被上了 上了身 要说你们这些女生真有意思 迷信的方法有很多种 为什么偏偏要选这么作死的一条路呢 然后故事就蹦到了三天前 好像是个类似生日宴会的趴 主持人还招待的挺热情 说吃吃吃不要客气 就那几包零食 卡卡绝对不客气 另一边有个女生来到了一个类似鬼楼的地方 念了一段终日夹杂的咒语烧了张纸 然后拿起了一个不知道是烟灰缸还是弹鱼的容器 好像是要请什么鬼怪 死者现世 亡者归来 不应该就 PARTY那边 学生们无聊的就开始玩起了碟线 但是你们玩就玩 问的问题 纵离不开男神 真没出息 结果可想而知 死了一个打酱油的女孩 按理说 有人无故死亡 又牵扯到鬼怪 学校应该第一时间出来辟谣才是 但是这个老师 似乎根本没有辟谣的打算 卡卡要是学生 肯定吓得先休半年学再说 女生这边最纠结的事 还是男神的感情归属问题 哭得死去活来 醋一浓浓 诶 死人了呀 能不能少考虑点儿女情长 不过后来卡卡感觉 跟女生讲道理是多余的 因为他们打算 拥闯鬼楼 还嫌捉死捉得不够彻底 不过后来听他们一说 卡卡才算是明白 那个之前被拿走不知道是 烟灰缸还是弹鱼的容器 原来是一个八音盒 虽然本篇的名字叫 真子大战蝶仙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连真子和蝶仙长什么样 都没看清楚 大概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女生们开始 请蝶仙 也就对应了开头一个女孩被上了 上了身 然后也死掉了 明明是诡异打架 为什么死的全是凡人 可还没等你想明白 又有一个女孩昏迷了 这次大家直接把她 抬到老师家里 120衣物人员 此时哭晕在急诊室 老师说 你这个情况很邪乎 虽然是很迷信 但我能把她说得很科幻 治疗方法更科幻 来我们开始吧 男神说 老师虽然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但真的很唬人 我就礼貌性的相信吧 于是男主角被机器传送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阴间 已亏了整个事件的全貌 第一件是男主的老相好学姐 而真子是一个绿茶女生从日本请来的 我靠真子说请就请 不过想想也对 日本经济状况一直不好 苍老师不都来中国打工的吗 最后男女主角成功逃生 而所谓的真子大战蝶仙 也就是蝶仙把真子拉进鬼楼后的一声惨叫 最后到底真遇见的鬼还是一场梦 也没给大家讲明白 不过一边看一边躺着 倒是把咔咔的尖周炎给治好了 顺便再吐槽一句 都说国产鬼片是惊悚不够 肉来凑 可是咔咔等了半天 也没见到大尺度镜头 悲剧啊